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全世界的观众前面是露了好几手 而且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赖清德目前的权力 可能比李登辉时候同一个位置 他大概所有权力加入起来 三分之一都不到李登辉当时候的火候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等于他必须有一个重新的平衡 那么才刚刚看完肖美琴展示了他的威力以后 没多久耐清德或者是耐清德后面的人 就发动了对民众党以及对柯文哲的巨大的司法案件的挑战 那么您认为这个挑战是刻意安排好在这个时候吗 因为我们知道要收正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要爆发什么时候要发作 这通常都是有所安排 您认为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时间不在前面一些 也不在后面一些 而且所选的这位检察官就是未来的法务部的龙头 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意味的 刘老师 是这个刚才欧老师给我们提点也很明显的说明了 这个肯定是这个赖清德一系 在这个时候的一个非常周密的一个安排 选择在这个时间 在还有在礼520还有十多天的时候 对这个 这个柯文哲进行一场猛烈的进攻 要几乎要拿这个柯文哲的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肯定在整个舆论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柯文哲 对于这个赖清德本身的问题包括他和大小姐之间的矛盾 等等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变成了有所忽略 就摆在另外的位置上 所以呢 对于未来这个赖清德在520上来以后 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密集 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的这样的一招 但是这个柯文哲是不是坐以待毙呢 这是我们在香港也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柯文哲未来他到底向哪一个方向突围 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我们觉得呢 之前这个大小姐曾经跟那个柯文哲整机吃过牛肉面 这个牛肉面会不会留下点伏笔 这个柯文哲是否会向这个大小姐方面求的援兵呢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柯文哲是否还是要跟这个蓝白河 蓝白河作为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后援 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整个立法机构 一一年七蓝白河挡了这个绿营很多的十几个案子 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呢蓝营呢在某种程度上会同情这个柯文哲帮一个小忙也未必是不可能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未来整个这个台湾这个政坛真是非常微妙复杂 我们看到啊这次的整个司法检调系统啊 所启动了显然是经过绵密的安排 因为以往我们知道啊查一个案子的分案啊 事实上啊他是有他一些公平的机制 跟一些自由选择的机制 然而现在呢似乎是有所刻意安排 也就是说是选好的检察官刻意要对准柯文哲了 这也就是想到他差次都难非 那么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 哎明明呢柯文哲才跟蔡一文吃过牛肉面 怎么这个力量就立刻把他给包抄了 难道民进党是有两套系统吗 所以现在大家感觉到战略金刚摸中摸不到头绪 您认为民进党现在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是不是真的司法已经让他擦死南非 也就是说一边给他挪拨 一边拿着电极棒在后头追击他了 刘老师 是的我觉得呢 这一个案件呢 也是这个赖清德控制未来台湾的司法系统的 这个一个试金石吧 也是他一个踏脚石 未来如果这个案件 就是把这个柯文哲真的搞得很难看 很这个什么 对于这个赖清德整个控制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另外呢 这也是一个杀技给侯看 那么这个赖清德既然可以跟整个台湾的政坛说 既然柯文哲这样重量级的人物 我都可以拿他这个能够试一下我的这个刀锋利不利 那么未来其他人就更加不在话下 所以呢 这个我想这个赖清德拿这个这个借这个柯文哲的人头来这个为他未来这个司政做一个铺垫肯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 就像刚才欧老师讲的 这是一个可能是非常绵密的一个安排 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会不会柯文哲只是一个起头 也就是按照刚才柯老师所说的 是杀鸡井猴的一个招数 以后谁要敢再来惹赖清德 或者是谁要再敢对整民党干的话呢 他们就拿柯文哲这个案例呢 展示给大家瞧一瞧 除非啊有谁能够终身不破 是不是这确实是一个在还没有上任之前就要展现一个立威的动作呢 刘老师 我觉得呢这个肯定是对于这个赖清德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立威的作用 因为未来这个案件如果是真是办得下来的话呢 其实也是对原来亲近过这个利云的人的一个警号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柯文哲其实原来就是立威捧上来的 但是后来这个柯文哲就站在另外一面了 就给这个赖清德给拉了300多万票 所以呢现在搞掉打这个狠狠的这个鞭挞 这个柯文哲也是对所有的立威的叛徒的一个警告 所以这个呢恐怕这个一时多了 这个赖清德呢可能也是算得很清楚的 是感谢刘老师精彩的点评 我们会继续邀请了刘博士来为我们做系列的相关分析 谢谢刘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